接着就来关心国际形势 以色列国防军正式要攻入拉法中部 甚至下令民众要撤离了 更多最新内容我们请凯玉来说明 以巴战争目前最新进展 虽然美方已经向以色列国防军施压 不要再对拉法进行攻击 但是以色列目前还是正在攻击当中 再带你来看英国微报就说 以军最新指示最快在12日 就会进攻深入拉法的中部 而且还会持续推进来穿越整座城市 目前也已经发出了要求 要当地的平民赶快来撤离 因为等以军大军压禁之后 可能会造成一波更大的伤亡 那么针对这件事情 巴勒斯坦的民防部门就说 加萨还有上万具遗体 至今都还埋在这个瓦砾堆底下 呼吁国际社会要给以色列一点压力 来预防他们不要再往这个拉法的中部来挺进 但是美方都已经施压了 目前以色列还是一样要进攻这个地方 看来这个心意已经非常已决了 以军坦克驶入满目创意的城市 以色列国防军周六 再度对加萨多处发动攻击 并声称在北部城市 加巴利亚 歼面30名哈马斯成员 除了北部之外 南部的拉法 又遭到空袭 甚至有目击者通报 连接拉法和埃及的拉法关卡 遭遇猛烈炮轰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表示 由于已经不顾国际反对 进入拉法东部 掌控住并封锁拉法关卡 导致已经三天没有物资 进入这块飞地 警告如果这种状况继续下去的话 家家户户恐怕将耗尽粮食 以色列一整周多次 透过传单简讯等 要求拉法的加萨人赶快撤离 根据联合国统计 已经有30万人离开 但以色列的撤离要求和轰炸 备受国际社会广泛反对 就连美国都警告不要大举辉军 进攻拉法 但以色列总理纳坦亚胡 根本不甩美国总统拜登的警告 只是周六这场轰炸 时机来得敏感 因为前一天联合国大会 才压倒性通过表决 要求安理会重新考虑 让巴勒斯坦入联 隔天加萨就被炸 引发国际社会揣测 以色列是否扩大攻击力度 TVB的新闻综合报道 俄罗斯军队强攻 乌克兰哈尔科夫州 宣布夺下五座村庄 那么乌克兰的战况又是如何呢 继续交给凯玉 太难关心俄乌战争的最新动态 目前俄罗斯已经针对 乌克兰的东北地区哈尔科夫 进行一连串新的反击 俄罗斯的国防部就说 持续运用在乌东的战场优势 占领了哈尔科夫等等五座的边境村庄 再看一下这个边境村庄就是这五个 他们刚好都是紧邻在俄罗斯的边界 所以这也是俄罗斯主要进攻的优先目标 他们想在这边建立一个缓冲区 后续如果把这个缓冲区拉出来 后方的军队就可以往前挺进 之后再来往乌克兰的首都基辅来进攻 另外可以看到乌克兰的情报副局长就说 俄军目前在乌克兰的境内已经部署超过50万的军人了 几乎是乌克兰的10倍以上 那么乌克兰现在就很尴尬 因为他们只能用空间来换取时间 美方的军援还没到 他们只能苦撑火撑 另外他们的炮弹也是严重短缺当中 而且目前在这个地方都是没有防空掩护的 而且被占拟的领土更是很难透过现在的武器去收服 暗夜中远方的炼油设施陷入火海 俄罗斯民众近乎连连 因为这是当地第一次见到乌俄战火 周四乌克兰的无人机打击炼油厂 位于俄罗斯巴什克尔托斯坦地区 距离乌俄边境足足1200公里 创下乌军无人机最远的攻击记录 几乎快要飞到哈萨克 乌军打击俄军的后勤 就是为了替前线争取更多的时间 因为俄军趁着美国的援助武器 还没送到的时间差 尽可能扩大这波攻势的战果 乌军手上为数不多的 还有去年美国给的M1A1爱布兰坦克 乌军47机械化旅是最早配发M1A1的先进部队 但是战力发挥不如预期 乌军认为是缺少了关键的外挂装甲 很容易被反坦克武器猎杀 乌军需要的就是 A-R-A-T-1反应式装甲 可以手动迅速安装在车体跟炮塔的两侧 原理就是利用双层的金属构造 从不同的方向分散爆炸的冲击波 是美军专门为近距离巷战打造 美军似乎也察觉到不对 近几个月以来 乌军的M1A1也逐步换上A-R-A-T-1 但速度恐怕不够快 因为乌军的防线弱点早被俄军摸透 巴赫姆特以西八公里的战略要地 查苏夫亚 俄军本来希望在5月9号胜利日之前拿下 献给普钦 但是乌军顽强抵抗 至今还在激战中 俄军的斩获主要位于阿夫迪弗卡方向 西方智库就观察到 俄军在阿夫迪弗卡附近 其中一股攻势是从欧射林 沿着铁路线往北推进 另外一股则是不断突破 乌军西边水渠的防线 俄军近日在拿下乌曼斯克附近的地带 此时此刻俄军还举国 沉浸在胜利日的激情中 事实上在西方眼中 普钦主持的缩水阅兵大典 看起来就是纸老虎 不过纽约时报的看法不同 认为俄国弥漫的气氛 今非昔比 战况最动荡的时刻已经过去 经济也比一年之前稳定多了 是他败? 至今他未至于是败 这不是只会兼顺益护了一段时间 去战场了 去战场的战场 是该克力兹受重量的性格 我们已经看到他 增加了他的热的 saber掌握 在昨天和期间 但是我们再次看到 西方最擔心的 還是普京頻繁的核武威脅 其實早在大閱兵前的兩天 俄羅斯的附庸國白俄羅斯 就先一步搬出能夠搭載核彈頭的 伊斯坎德彈道飛彈 接下來輪到俄羅斯南部軍區 也要核武演練 專家認為普京不會真的蠢到動用核武 但不時掛在嘴邊 要恐嚇西方也算是綽綽有餘 俄羅斯南部軍區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